大家好 我是阿天 今天是2020 9月12號早上8點 那我的聲音會有些怪我 因為我感冒了 然後這個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症狀 喉嚨比較不舒服一點 好 那今天9月12號更新的一個比較重要的東西 就是這個先鋒服的奇境探險跟祕寶俠灣都更新了 那我們就來先看一下這一次調整過後的祕寶俠灣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獎勵 獎勵看起來是我覺得是沒有什麼太大差異 大家可以比較一下 因為我覺得大概就這個樣子 那這個29張也是一個這個英雄的獎勵 所以說29張大概是最重要的 那其他的關卡的話 我這個感覺是沒有差太多 然後應該是有變好一點 那我們來直接開啟冒險吧 好 那這一次應該也是20關 這樣子 不斷的往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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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推完20關之後傳送門就可以到達這個 大寶箱的地方 所以你要一關一關一天一天的這樣開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第1關的條件是什麼 應該是有改一些條件 這個世衛耀光帝國 上陣的英雄軍存活 這個好像差不多嘛 各陣營 各不相同的5個英雄 世衛滿血 他這邊做一個比較清楚的頭像 因為之前是寫文字 譬如說勝利的隊伍中含有什麼 什麼沃爾克啊 然後什麼那個盧米蘇 他是用那個 英雄的那個什麼 四個字的那樣子的一個敘述 那這樣子看起來是比較清楚一點 然後不使用坦克跟輔助 必殺技小於次數等於三次 那就是光攻隊嗎 或是大老鷹隊 好像是差不多了 不好意思我那個聲音真的難聽 那我們再看一下秘寶俠灣 那如果是一般的小寶箱呢 小寶箱看起來差不多那銀色寶箱 紫靈魂石好像多一點 原先是不是12啊 有點忘記了 然後這金的 金的是450好像沒有變齁 我們來看一下最後一關好了 好我們拉到最後面喔 直接看一下最後一關是什麼 最後一關是 他沒有要求要五個半神惡魔虛空 是四個 所以我們可以塞一隻羅萬 然後不使用遊俠跟法師 然後幾方上陣英雄軍存活 好像我覺得條件是有 難度是有下降一點 然後我覺得 原先後面都是五位嘛對不對 現在只有四位而已 所以至少你還可以配一個 譬如說 像是鳳凰啊還是羅萬這樣子比較 百搭型的角色 然後這個是一個是奧斯卡一個是那個 埃琪喔 不會說兩個都是那個 對於無課玩家來講比較困難的那個虛空萊克 使用必殺技次數小於或等於一次喔 但是我覺得敵人配置是不是簡單一點點啊 30秒內獲得戰鬥勝利 那就是大老鷹隊或是光光隊囉 末日敬畏跟古王這個條件都變得比較簡單一點 好所以大概就這個樣子 那密把小丸我們看完了我們就來看這一次這個奇境探險吧 奇境探險這次箱子不多所以 應該地圖也不會太大 那應該給的東西就是中規中矩喔 迷鬼沙洲 然後10個占星抽 OK 然後是火槍兵 安全門 喔這隻新的東西 檢查點 有壓力感應器 我們試試看吧 那另外很抱歉啊 因為感冒的關係 聲音真的變得很難聽 那我們就是 邊推邊看看怎麼走 如果說 真的走得很爛的話 那就到時候再重錄一個 反正都這個樣子 好我們先來看喔 直接就過了 好 那就打敵人吧 有怪就打 那就使用一般的光光隊試試看吧 要確認一下裝備有沒有穿好 我小號應該都是用光光隊 所以這個裝備應該是有穿啊 這紙遺物應該也是可以刷喔 第一個這個這個遺物不是很好 好沒關係 這邊卡住了是不是 好 轉吧 ился下面這個 不要擋住我的路 留了這什麼東西 檢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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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就直接試試看嘛 看會發現什麼事喔 嘟嘟嘟都要 檢查點 要通過要連續通過兩個檢查點是不是 這邊有一個紅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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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我兩個點我都要經過是不是 那我轉轉看這個好了 移過來了這樣子我的 車車就會經過這兩個紅點 蠻有趣的齁 對面有德雷斯喔 現在前進探險大概就是減移的成分然後敵人難度大概都不會太難了 保護一下自己 好開車 嘟嘟嘟嘟嘟嘟 就是這邊是一個是左上一個是右上按一次 好 又到了下一關 哇春雨姑娘飛起來 不會太困難 加攻擊好了 這個是軌道 如果是這個樣子的話我應該怎麼走 一定要先讓他往上跑對不對 往上跑之後呢我還要讓他往下跑 因為這樣才可以壓到這個 往下跑之後呢 這個把他拉下來然後再壓到第三個這個紅色點點 這麼多點喔 然後又要壓到第四個點點 所以這次重點是在這個紅色的點點 對不對 然後讓他往下 讓他往下 這樣子 這樣子他壓過來應該就可以過去了吧 來到這邊之後呢 擋住這條路 然後再繼續走 每一個紅點都壓到 對不對 應該是應該是應該是這樣子的思考邏輯吧 敵人都不會太難 火之劍不錯喔 我們先把路上敵人清一清 這個骨弓開場開的大對方就已經死一半了 那看來是沒有什麼問題吧 好 直接發車囉 好開車 嘟嘟嘟嘟嘟嘟嘟 一次 兩次 三次 四次 好都踩到了 OK 好 然後 繼續下一個謎題 到下一關之前先清個小怪 目前還沒有卡關 希望就這樣勝順利率的過關喔 村姑一直在上面攻擊很麻煩 受傷毀能好了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怪 輕鬆過關 這個極速也是OK 這邊還有一隻小怪 再繼續清 等清完怪我們再來慢慢看這個路線要怎麼走 光光隊專課滿血 其實也沒有啦 那時候看到一個那個梗圖喔 好像每一隊都是課滿血 好像每一隊都是課滿血 然後村姑又飛起來囉 老鼠雖然放了地雷 但是我方的這個 這個陣型是完全是不會動的 所以老鼠隊 對我的這樣的配置就沒有用 好那我們再來一個一個看這個點應該怎麼怎麼配吧 首先這個車子 他應該是要 他會往上走嗎 應該是要讓他走上面還是走下面 好猶豫喔 但是有這個機關應該是要讓你按吧 然後這個機關這樣子上來 踩第1個 踩第2個 然後再走過來 這個我覺得這機關就是要讓你按一下 這樣子 然後再走過來又堵住了 踩第3個 這邊 再踩第4個 好就這樣子 感覺上不會很難吧 看是不是讓一次過 好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門開了 OK 這什麼東西 他說什麼 什麼什麼礦材就交給我吧 這什麼意思 是不是代表已經過關了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最後一個敵人嗎 全亡靈喔 感覺不像是魔王的配置 魔王至少配一個半神或是惡魔吧 是不是結束了 然後再打物之列車 真的結束了 彈出即時體包就代表說你東西都拿到 所以應該就是這個樣子吧 這麼順 超級一次過 所謂的超級一次過就是每個點都沒有多浪費 好 來看一下 這個 10抽我要抽什麼 小號基本上我都還是繼續抽鳳凰 10抽個鳳凰 有保底了嗎 有保底一隻 然後還有一個這個紫色的這個 蠻血喔 蠻血很欠 斯克雷格也是不錯 OKOK 小號什麼都欠 喔 站站站站站 斯克雷格 斯克雷格可以 可以上金色 好不管 最主要是鳳凰 紅色鳳凰然後可以開專武了 慢慢來 OK那今天是什麼抽 今天是 蠻血喔 蠻血我欠嗎 看一下 蠻血欠肥料 蠻血很欠 好吧 那就是10抽吧 登登 哇 肥料還沒幾張 5告白 好那影片就在這邊 那不好意思這個影片就是聲音很難聽喔 那基本上今天開了這千風扶開了這個 蜜寶箱跟奇境看也就到這邊 蜜寶箱就是我覺得 整體來說雖然說經過調整就是 寶箱我自己看起來乍看之下是沒有什麼改變了 大家可以去比較一下 那這個小寶箱啊 銀寶箱啊 金寶箱我也覺得差不多 我覺得改變的是主要是這個 關卡的設定上 難度是有明顯下降 難度明顯下降 所以我覺得要達成 三個條件來講會簡單很多 明顯下降的原因其實看後面的關卡就知道 因為後面的關卡其實之前都是要 五位吼 五位含有什麼半神惡魔虛空啊 然後 五位 亡靈英雄啊 五位綠玉 然後看這個敵人的配置也變得比較簡單喔 兩個女妖 然後兩個梭莉絲 這邊 這邊我覺得敵人的配置都變得比較比較簡單 不是那種比較棘手的敵人喔 然後什麼四個綠玉 之前是五個綠玉嘛對不對 現在只要四個 所以大概就這個樣子 所以我覺得就是 調低了這個祕寶俠文的難度 但是獎勵的話我覺得是沒有什麼變 好那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觀看 然後聲音這個不好聽 非常抱歉 還在感 還在感冒期間 OK好謝謝大家 我是阿天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